這樣啦 這樣這幾百塊 指著地上的盆栽跟三角錐 民眾的語氣有一點無奈 因為這些東西的主人 把他們擺放在這家門口 當作阻擋物 目的是不讓別人停車 那兩個警察走到火 已經知道 旁車一半那麼高 旁車一半去 那放在後面 後面就好了 那不然 回到家裡 回到家裡的家裡 車還回到家裡 他都沒有在後面 後面人家不可以設置 這是很大的問題 一條航子開始一種 火已經越增越多 旁邊是公共的 你不是要讓大家停車 這樣就 你都在火一樣一擺去 這樣比較好 當地里長表示 被民眾擋到的亞洲街172項 原本路就不寬 現在多了這些障礙物 向到縮減車輛出入不容易 最近就發生 有人因為需要緊急送醫 但由於道路被擋住了 救護車只好停在巷口 造成就醫有一點延遲 而最後那位民眾也不幸去世 做日晚 來一天在海洋 要求車來要載 載沒有人家載 再叫人家載 再叫人家載 然後每天都在裡面反應 叫警察來處理 來跟他撒上就沒有辦法了 由于这些盆栽跟容器 也可能会自身并没闻 居民希望相关单位能够介入协调 而对此协同会议看的警方表示 由于这一条巷道并没有划设红线 原则上以劝导为主 希望邻居彼此能够多多沟通 让大家都能够方便进出 以免伤了和气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